索萨的这个竞技场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和谐 他好像就是位置而升的 其实本身在动漫里面也是一个偏决斗式的一个形象 然后这边首先看一下他的普攻 四连 二 三 那除此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普攻 就是长安 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一个媳妇的效果 吸过来 确实是比较行 这是一个普攻嘛 太强 是平A 然后是巴杰斯的一技能 巴杰斯的一技能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长安 他有蓄力和不蓄力的两种 不蓄力的范围会相对来说多明显 其实连半场就没有了 那命中之后会产生两个Q体 一技能抱着他旋转 命中了之后会产生下一段Q体 就是一个跳起来的一个终结机 那这一个旋转呢 它其实可以通过操作你的腰杆 把它往不同的方向去扔了 然后反拉摇杆 把它直接扔到进场另一边 然后还终结进 直接实现了一个换边 如果是二技 我们接第二个这个Q体 OK 这一段就是没有霸体 但是会把对方眩晕 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Q体 这个新的Q体就是一个跳起的在霸体的一个追击 整个的动作设计其实还非常偏向于这种综合格斗的一种 那还有点像WWE 好的 然后如果我们长按呢 没错 长按就非常热 长按其实它是可以贯穿整个竞技场 大家看到这个右拳啊 右拳出现这个特效的时候就可以算错了 其实蓄力已经能够了 反拉也就实施的 一个蓄力 那命中敌方之后呢 效果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展示了 然后是二技能 二技能如果短按呢 是单发的远程技能 我们说可以发展减据力 反拉也蓄能 五长按 可以多化 并且在打的过程当中 也是可以通过操作点的摇杆来改变它的一个方式 他命中敌方也会产生这一动 那现在介绍一下一个小技巧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巴基斯坦 一技能二技能都有蓄力 其实他们的这个蓄力 大家看到这个动画 就能够合适用这样的 极实的消耗 能够发现了 他们是一样的 在说明的时候呢 他其实两个蓄力是可以共享的 比如说我一技能就去吧 我马上按二技能 我再打出去的是二技能 这一下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如果我们想 切按二技能 二技能打出两块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取消了 我马上接一技能 打出去的是一个水力一滴打的消耗 这样就可以在竞技场里面有非常多的变化 我只要可以闪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我这边蓄满 两段 然后闪避 闪避之后仍然可以接上一个低技能的场面 这两个技能 这两个技能 蓄力不蓄力 然后要不要接下一段技能 其实都可以产生非常多的变化 然后接下来是小阿姨 其实这个小阿姨 我当时 我玩的时候 我有问了 为什么一直在用右车 他说 因为巴结斯 他在这个动漫里 基本就是用右车 有点涵涵 好的 然后是第一个激动技 第一个激动技 诶 上海一看他有点像铁块是吧 发体 然后蹦一下 但是他有一个额外的效果 好 可以看到我现在 不好意思 习惯 习惯 可以看到我现在一技能和二技能都在C当中啊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 哎 他会减去我一技能和二技能 一半的色 上限的一半的色 所以我常认是 一技能 一技能现在是12秒的CD上限 OK 然后现在是10秒 9秒 我现在一用 OK 直接减去6秒 这样子 看一下另外一个操作 另外一个激动技 是一个远程的一个起手技 我们可以命中了之后 紧接着再接二段 再接七能二 接上 这个 我是 Joy 打力哥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边的展示啊 因为这个直播的机器有点卡 所以开的是终极特效 所以可能特效上面大家看 可能会有一些降低 实际拿到手的话 肯定效果会比我这个演示的时候 还更加明显 OK OK